为在彰化二龄的马喜乐社会福利基金会 从2018年开始推动五年庇护工厂建厂计划 今年已经迈入第三年 为了帮助生长朋友有稳定的工作机会 能够自力更生 计划新建新的庇护中心 所以已经连续三年举办爱心募款餐会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2020年8月7号晚上 才在台中乌日珍爱花园饭店 举行今年第一场募款活动 吸引许多爱心的企业家及善心人士前来参加 喜乐保育院服务的是身心障碍者到小孩子 这个是照顾服务 那我们想要为生长者走第二礼路 就是希望能够给他鱼吃不如叫他如何钓鱼 在这场爱心募款餐会当中 有许多福伦社的社友参加 也协助申请国际福伦全球奖助金 美金八万九千七百三十元 折合台币约两百七十万元 中心制造厂董事长郭远景 去年捐款一百万 今年又捐款一百万 中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经贸交流协会 也捐了五十多万 希望帮助彰化县滨海五乡镇的一百五十位生长朋友 打造圆梦计划 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他们觉得对他们的爱心也感动 所以我们觉得能够做一个慈悲习舍的 手心向他的人 这是我们做人的本分事 无论做什么事 我都尽量只要有机会 我做任何事情只要有机会 让人家看到马喜乐 就有机会 让他可以历显他的善事 马喜乐基金会执行长林玉长表示 庇护工厂的五年建厂计划 需要经费为一亿两千万 目前已经募到四千多万 离目标真的还有一段距离 明年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动工 希望有更多的善心人士捐款 早日完成就业圆梦建厂计划 让这些可爱的升降落势天使 找到致死其力的生命意义 记者陈文旭 刘文轩 台中报导 未经历市城市交通工厅 中文字幕的方式